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变数变换 关于函数为间断型的状况 是怎么样的状况 我们要来介绍随机变数的一个变数变换 这个目的是在求 就是说我们已知的一个随机变数的几率分配 经过了一个变换之后 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要利用这个技巧来找 那么我们来看看里面的过程是怎么做的 假设一个随机变数叫做X 经过了一个U 对应到Y 这个Y的话是一个新的随机变数 那么我们这个U我们是已知的 而且我们要求它是一对一 那么这个一对一的话 当然也有一个讲法 就是说它是严格增函数 或者是严格减函数 以确保它是一对一 好 一对一 有了一个一对一的一个简体之下 我们可以找到它了一个对应的 过来的反函数 叫做W W的话呢 是把Y再对回这个X 好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原来的话呢 它的这个几率分配函数的话呢 是F 那么我们新的这个Y的 我们叫做G的话呢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把原来的套进去 把X直接改掉 改成了W Y 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个立体 让各位同学了解 怎么样的变换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 叫做几何分配 这是X是几何分配 这个是几何分配的一个 几率的分配的函数 那么X的话呢 是可以到无限大 它是可数的无限 好 那现在有一个Y等于X平方 的一个函数 他们的话呢 要怎么对应过去 求新的一个几率的分配函数 我们首先来看看 它是不是一对一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表边上看起来不是 但是这个地方X 我们限制在正的 正整数的情况之下 是一对一的 Y的话呢 就是一四九十六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 根据我们的这个做法的话呢 先把X解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Y是X平方 那X就是根号Y 这个地方 理论上是正负 我们不要写负了 因为它都是正的 好 那现在把原来的函数 叫做F 我们把它改成G 然后原来的话呢 是叫做X 我们叫做Y 然后X的话呢 直接解出来 这个地方X是什么 根号Y 根号Y 我们把原来在这边的X减1 取代为根号Y 这个 就是我们经过了对应之后 新的一个随机变数的 几率分配函数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 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假设X1跟X2是两个独立 而且间断型的随机变数 那么其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假设叫做F 这是两个随机变数 那么现在我们假设是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变数变换 由X1X2对应到Y1跟Y2 那么中间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Y1的话呢 找到了一个函数叫做U1 它是X1X2所形成的 Y2是X1X2所形成的 一个另外一个函数 我们找到了它的一个 反对应的函数 反函数 这个叫做W1 以及W2 经过了这个线性变换之后 那么我们知道 Y1跟Y2的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假设叫做G 那么可以写成原来的格式 F5是什么 这样的写法 这就是X1 这就是X2 那么我们介绍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目的 其实是最主要的 是要找出它的边际几率分配函数 边际几率函数 有了联合的几率分配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找出 什么叫做边际的几率函数 这个技巧很重要 这个如果说已经找到了 新的叫做Y1跟Y2的几率分配函数之后 我们要怎么去找出单个的 假设要找到单个的话 很简单 只要将这个第二个几率分配函数的话 它绕一圈就可以了 就是全部算出来 把Y2所有的可能算出来之后 就剩下孤单的Y1 单一的了 那这个技巧非常的重要 一样的 如果想要找Y2 它的几率分配函数 那么我们就让Y1走一圈 所谓走一圈的意思就是说 让它几率的话 全部的可能性都把它算下去了之后 就剩下了一个Y2的一个 单独的几率函数 那现在我们来找一个练习的题目 让同学的话呢 去看一看 我们的技巧是怎么做的 假设是两个独立的随机变数 都是不挖松 那么它的这个参数的话呢 Landa1 Landa2 那么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假设这两个相加 这是一个变数变换 求加起来的这个几率分配函数 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们要看的是 加起来的话呢 我们要透过两个过程 一个叫做找寻 它的联合的几率分配函数 再来的话呢 就是在找它的 那我们现在来做做看就知道了 第一个写出来了 先把它的联合几率分配函数 写出来 这两个联合几率分配函数的话呢 是可以分开来的 因为它是独立 这是标准的 波瓦松的几率分配 这个一样 两个参数不一样 一个叫做Landa1 一个叫做Landa2 那么我们把它 做了一个合并 哪个地方合并呢 这个是Exponential的这个地方 一的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并在一起 这个并在一起以后 我们后面的这一部分 Landa这个地方没办法并 这两个都不一样 这两个都不一样 这是X1的阶层 这是X2的阶层 那么我们现在又变成两个变数了 一个叫做X1 一个叫做X2 写出来之后 我们的目的要做什么呢 在下一步 我们要准备变数变换了 怎么变数变换呢 现在的话呢 是两个相加的 那么两个变数变成两个相加的话呢 我们的技巧就是 让其中一个 就是Y1 直接让它变成相加 那Y2的话呢 我们不动 这个的目的是说 Y1就是我们要准备求的 这个合在一起的 那么 X2等于Y2 这个我们不要动了 那现在要减是什么呢 解的是说 把X全部解出来 X1 X2解出来之后 我们准备要把它套进去 那怎么套呢 我们现在把原来就是 合在一起的 先列出来 好 现在的话呢 准备的话呢 要套进去了 刚才我们算到这个地方来 这边是不能动的 这边不能动的 对不对 然后现在 准备要全面的将 X1 以及X2的话呢 取代 用什么呢 用Y2 以及Y1-Y2 取代 得到了一个新的 联合 几率的 分配函数 这是新的了 那么新的我们称为G 那么现在我们要把 我们要把 X1 以及X2 带进去了 这个X1叫做什么呢 叫做Y1-Y2 这个X2的话呢 我们叫做Y2 这个地方也要跟着换 好 我们这个地方换完了之后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最后的目标 就是要算的是 Y1 为什么要算Y1 因为Y1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两个相加的 那么Y2就让它 跑一圈就对了 Y2的话呢 就用Summation的话呢 Y2让它 直接的话呢 绕了一圈之后就 几率变成1 就变成没有了 就直接找 Y1的这部分 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的话呢 就如我们 这个边际几率函数的 做法来做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Y2 让它 跑一圈 那但是因为 我们的条件 刚刚要注意的 Y2的话是从0到Y1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这个地方 Y2不可能超过Y1 因为这个阶层的话呢 没有负的 最多了不起 跟它一样 0阶层 那么我们就全部 把它加起来 这个地方 来我们继续往下做 这个地方 看看 我们已经 把它取代进去了 取代进去了 取代进去了 这个的话呢 是 Landa1 Landa2 这一部分是 跟我们的这个 Sigma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 提出的动作 现在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这边 Y2是一个 它是在 做总和 Y2在做总和 那么我们 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一个阶层 这个地方阶层的话呢 这个地方阶层的话呢 这两个相加是 Y1 所以我们有一个技巧 叫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 我们希望 N取X 是什么意思 上面是 N阶层 X阶层 N-X的阶层 这两个相加 要上面 这两个相加 要上面 这就变成 完整的一个 组合 所以我们的技巧 在哪里呢 上下同乘 一个 Y1的阶层 Y1的阶层 在这个 Summation里面 它是 无关的 它的变数 是在 Y2 所以我们乘下去 没有问题 这个 这就是一个组合 再看这边 这是什么 这个的话呢 就是 Nanda1的 这个次方 这个Nanda2的次方 有没有看起来 很熟悉呢 像是一个 二项分配的 一个状况 来 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Y1继续留着 外面留着 前面已经变成了 Y1 取Y2 然后呢 这个是 Y2 这个的话呢 是 Y1-Y2 刚刚好 所以这个地方 刚刚好 就是多少 它就是 Nanda1 加Nanda2的 一个 次方 它等于说是 二项式定理的 展开 于是 我们得到了 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结果 看起来像什么 这也是 波瓦松分配 有没有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 来说 它经过了 转换之后 我们发现 它的参数 Nanda1 加Nanda2 变成和 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新的 一个波瓦松分配 只是说 它的参数 又变成了 两个相加了 我们这个单元 介绍了 变数变换的技巧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刚刚的例子 帮我们认识了 如果说两个 独立的随机变数 中间的一些关系的话呢 告诉我们是 相加啦 或相减啦 或相成啦 或者是倍数的话呢 都可以利用 这样的技巧 去让我们认识 那么我们在这边 也学习到了 一个技巧 就是说 如果说要去做 变数变换的话呢 有一个固定的流程 就是说 先找出了 联合的几率分配 两个变数 找完了以后 再让另外一个 跑一圈 就是说 它做 它的边际的 几率函数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找到一个 新的随机变数了